孟荷王思雨激动的跳了起来 这位指导荷王方领队也在场边大叫鼓掌 场上到底发生了什么让咱们的中国女篮如此激动 女篮亚洲杯半决赛中国女篮对阵东道主澳大利亚比赛进行到第三节中段 中国队还漏后一分 所以也很 李孟从左路突破 回床湖顶的高宋 三分球攻进入啊 阿射瓦一个 而且女篮瘦 阿射瓦一个 这个是关键球啊 前几段时间的祝女篮打得很逼 对 中国队成功反超比分 下决 韩旭右侧湖顶释手侧应 王思雨反跑接球顺势上篮 打成2加1 两分 两分算 两分算 两分算被推定 下法稳稳罚进 韩旭和金维纳挡拆之后 外弹接球 湖顶三分一箭穿星 中国队封出了一波9比0的小楼潮 现在韩旭三望老准 低头手攻击 阿大利亚队被打击了 战停回来后 对手通过连续的投篮 将分叉拉回到山上 韩旭又一次站出来 湖顶位置再来三分 限制从天 气贯藏我 如何漂亮 就哪来了 就是踩了最矮的 给最高的做了一个射手游 韩旭旭从右路突破 翻身投篮 一气呵成 一刻之后我要转身终于 这种 这种进攻终结的方式啊 这些比赛里面 还是比较少见 在潘真奇的街坊之下 澳大利亚球员上满不尽 没搭建 里员一技长船 找到快下的张如 这一次进攻只用了5秒钟 有高亮 张如风雨的 壁补习上的女来姑娘们 笑起来欢呼 看来里员给的传球 可真是恰到好做啊 女来姑娘们的连续精彩进球 看来人热却沸腾 独子精彩的比赛自然需要搭配更好的棺材打个人 三节打完 53比43 中国队领先10分 决战第四节 保育姑娘们保持了第三节最后十段的良好状态 李员沿底线突破 助攻左路的张如投篮得分 再给张如 王下终结 12分 12分 台势里面的突破 这一次高难度投篮不中 张如拼下前场篮板球 右侧虎顶金为大张公大剑 三分球金转色 扑扫二球 分命座 15分 15分就分他 用封了 心里面他就把投篮退 时候的比赛中 分差一直在15分左右徘徊 每篮下 5球 快下1台1 王思雨的突破上来 和杨立维的快攻 帮助中国队 彻底锁定了胜阻 哇 好球 好像王思雨 真的被球负的硬朗 又会是这样 跳球 我只有5 咱们说 然后可以上球 来 跳球 太漂亮 好球 前场比赛最终比分74比60 中国女来14分的优势 战胜了澳大利亚 他觉得这样 哇 好 开始